警方今個財政年度 計劃招募大約200個督察 和1300多個警員 為了吸引更多人投考 首次以招募體驗日日形式 開放黃竹坑警察學院 讓市民可以近距離 和警方多支精銳部隊接觸和交流 並向市民講解日常執勤情況 和展示各款裝備 包括機場特警的衝鋒槍等等 警察護送組也向市民講解鐵馬等配備 而有意投考的市民 就可以即場報名 並即時參加體能測試和面試 可以了解到一些不同的學警 他們除了在招勤上的過程是怎樣 也都可以了解到 在學院裡面的生涯是怎樣的 這兩年的社會 分發越來越嚴重 我覺得自己有這樣的能力 也都希望可以藉著一個機會 加入警隊 實踐我的抱負 拉近市民和警隊的距離 警方說今次的一站式輪選 大大縮減以往輪選程序所需的時間 希望吸引更多人投降警隊 在過去這兩年裡面 的確我們在招募面對到一定的挑戰 當中我們迎難而想 去想一想我們究竟現在的考生是需要些什麼 我們希望藉著這個嘗試 令到更加多的投考者可以及早建立好 足夠的信心去投身警隊